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是魚 你是飛鳥 要不是你一次世俗流離 要不是我一次掌握關注 哪來追查不被看好倦與臉 你勇敢 我宿命 你是一隻可以四處七星的鳥 我是一位大陸 沒了天的雨 藍的天 藍的海 難為人 難為了我和你 什麼天啊 四季啊 中央啊 什麼海底下 地獄天堂不顧成長 常湊好 永遠都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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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湊好 永遠都會 一次回憶 永遠都會 我 像我海灭色的天堂 不如珍珠 Always together Forever and more Always together Forever and more Forever and higher Forever and more debugging Forever and more Forever and more Forever and more Forever and less 你还继续吊死他 总而言之 你就是要我儿子等着你 坏个地方罢了 天上人间 他就这么等着你 妈 你怎么这么说呢 你怎么可以 我怎么不可以 我哪说错了 不是吗 白日 多重要的日子 这是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天 过了今天 他心里就是再舍不得 再牵挂 他都得离开了 他会舍不得我吗 他会牵挂我吗 不会的 我们心里都清楚 他最舍不得的是谁 到今天到这一刻 你还吊着他 你让他瞪不到你 我会去的 我当然要去的 我会是有时辰的 不是你高兴什么时候 去做白日就做白日了 这一辈子他都迁就你 这一天 在世上的最后一天 你就不能迁就迁就他 按他的时辰去送送他吗 你口口声声说是爱他 他死了你都叫他眼巴巴的 盼着你啊 他还不叫我 我因为他说他就说我 我都说他不能立即 我能够 你没得了 他知道他 是他 我不是说他 他病了 他病了 我...我是真的不知道規矩 我不知道...我以為... 你以為?你以為隨時去見他都可以嗎? 不是的!時辰一過,政偉就要帶著遺憾離開了 我不知道你有什麼天大了不得的事 比政偉的百日還重要 有任何人任何事,比政偉重要嗎? 不是的,你瞬間不想多吃 哪一天? 沒有人別想多吃 哪一都不食 是這樣的 你 Russia 你死的 郑伟 我还是来送你了 你是好人 每个时辰都是你的好时辰 你好好走 慢慢走 别再回头了 越看会越舍不得的 今天是你的白日 我拿盛军中的车祸来记你 你在天上安心地等 等着看我送给你 怎么替你讨回一个公道 好 好 好 這我還麻煩你 沒關係,以後進得出門要帶鑰匙 要不要回不了家 一定,就算我忘記,我老公也會氣的 對不對,老公 謝謝你 謝謝 慢走 你膽子太大了吧 我就是膽子不夠大,才讓你一起來的 你知道我們這是幹什麼嗎?闖空門 這是犯法的,萬一被抓到 會被抓的啦 我們進去又不偷又不搶的 只是進來看看而已啊 你要看什麼嗎? 你進不進去啦 再處在這張門口 人家真的會懷疑會報警的啦 走吧 你把燈關起來了 快點 瘋了 我們是偷偷闖進來的,你還開燈 你現在讓全世界人都知道啊 又戴手電筒了 你還真是有備活的啊 我只有自己進來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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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知道我送您會什麼舉行 我只有自己進來看清楚 我自己扶養小孩 他應該會徹底的搬家啊 可是你看 沒有啊 東西都還在啊 可見呢 他是在做事 真的要浪費 哪行 好 他再交şa 示範 真的要做 ci bien 不需要 甚麼想要做 因為他的態度 可動 那你为什么说 今天那个人很可能是宋玲啊 那只是假设嘛 好,来来来,走了走了 我不要走啦 我还要到洋洋房间去看一看 我待会看看 这两天她母子是不是住在这里 还有她带走多少行李跟衣服 拜托 你看,徐政伟的林卫都还在这里 她就这样忍心把她放在那边不管 真是绝情哦 喂,你好,我要报案 我发现有可疑的人在 康小姐 你跟康主人是什么关系 警察先生,我没有入所 你这也等我回去拿一下送 警察先生,我姓宋 我刚回家接到你电话通知说 宋玲啊 沈总 明媚,明洪,你们怎么都在这 发生什么事了 等一下,我先办下我的事 警察先生,你们电话里说 宋玲啊 宋小姐,这两个人你认识吗 认识啊,他们是我朋友 康明媚,刘明洪嘛 半个钟后前我们接到报案 于是我们在你家找到他们 你在我们家发现他们是正常的啊 因为平常我不在家的时候啊 我怕找小偷 所以拜托他们有空的时候 到我们家走一走看一看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 拜托你们去防贼的 怎么反而被人家当贼了 害我接到警察先生电话 我紧张得要命 我以为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警察先生,真的没事了 他们真的是我的朋友 他们真的是到我们家帮我看房子的 我怕容你的女人远 是非放一遍 只求真真切切 为心灰灼 我怕容你的女人远 是非放一遍 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不会让小王知道 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我自己会告诉小王的 随便你 我会让小王清楚地知道 整件事的来龙去脉的 你会清楚地让他知道些什么呢? 哪一部分呢? 哦,你跟康明媚两个人同仇敌快 跑到我家来做贼 虧死我,是不是啊? 这段时间你在哪里? 今天中午你在哪里? 郡中的车祸是不是跟你有关呢? 你想告诉他这些? 想威胁我 请便呢 你现在就去告诉小王呢 我是威胁不了的 你以为我会在哪里? 你以为我在哪里小王会不知道? 真正不知道的人是你 一直被瞒着的也是你 刘明侯 这一个多月来 我都住在小王家 怎么样? 还有什么事是你自以为知道 抓到我小骗子的? 今天中午 今天中午怎么样? 哦 今天是我老公百岳 今天中午我在墓地 沈郡中的车祸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疑心生暗鬼 不要以为每件车祸的背后 都有一个黑手 郡中说他看到你了 这关你什么事 他看到了谁 是我不是我 与你何干呢? 刘明侯 我不是那么 我不是那么地讨厌你 其实 我应该要喜欢你才对 因为小文爱你 我说过 我不会把今天晚上的事情 告诉小文 不是因为你 是为了小文 我不要他伤心 我不要他一个人 远远地在高雄 对你跟康明美无可奈何 不要太欺负人了 其实你应该够幸运的 因为小文爱你 否则今天晚上 你是因怯到罪 该留在警察局里的 你听我说话 你不要说 什么也不要说 我不要听 郡中 他是骗你的 他在骗你的 他的家 跟以前完全一样 家居还在 还有衣橱里衣服都在 杨阳的书桌 还有电脑 就连徐政委的遗造 都还没有搬走呢 你给我闭嘴 康明美 你是不是脑筋坏了 还是思考逻辑已经乱了 还是已经疯了 你三更半夜去闯空门 差点就要坐牢了 为什么到现在满脑子 还是这些问题呢 有问题的是他不是我 我老婆是你不是他 我为什么永远要做这种事呢 为你善后 为你向别人道歉 你自己说我看 绑架别人孩子 搬你三更去闯空门 做小偷 你还要 我是为了你 为了你啊 我会绑走杨阳 是因为你爱他 我会闯进宋林家 是为了要真实 要让你看清楚 宋林的真面目 那你现在看清楚了吗 他是个骗子 他的消失是个骗局啊 对 是个骗局 他是个骗子 所以要救你这个小偷 你不要忘了 是他救了你们啊 你脑心搞清楚一点 他为了你们在警察面前说谎 我不理他这个情 人家没有叫你领情啊 他一出警局就跟民工走了 二发没有多说一句啊 这是他最危险的地方 我没有办法跟你说下去了 你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你该去看心理医生 去接受心理辅导 你站住 你任何我疯吗 你任何我有病吗 这是你的意思 不是 我不是 我很清楚 很清醒 而且很正常 你们口口声声说 我是闯空门的小偷 其实你们都很清楚 我不是啊 宋林家有什么事我没有的 我会进去 我只想证明心里有病人是他 不正常人是他 你知道吗 好了 不要再说了 我真的很厉害 郡主 你仔细地想想看 他的不告而别 他的突然出现 还有你叫他 他完全不理你 却又躲在人群里 静静地看着你 对 还有他出现在警局的时机 还有他替我们解围 我们 我带你去看医生 我没有病 我不需要看医生 郡主 真的是他在骗你啊 我跟你说 我去他们家的时候 杨阳房间里的厨师机 还是开着的呢 他是怕杨阳犯气喘病啊 真的 他们是准备随时回来的 我没有骗你 请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骗你 是他在骗你 我没有生病 真的这都是我看到的 请你相信我 我没有骗你 我真的没有骗你了 好可怕 你敢偷窥我 笨女 脏蛋 把我家都给弄脏了 郑伟 他们吵到你了 是不是 不过 我也给他们难堪了 在你白日这一天 有人出车祸 有人进警察局 这样的礼物 你很喜欢吗 对不起 你谢我什么 你有什么事对不起我的 那天晚上 我跟明洪 多亏你在警察局 帮我们做 做伪证 我可没有做伪证 我们确实是朋友嘛 是不是 你会跑到我家去 想都不用想就知道 你是关心我了 就像 就像那两百万的支票 是一样的意思嘛 是不是 我知道你想帮我 什么 你会跑到我家 人才是 你会跑到我家 想都不用想就知道 你是关心我了 就像 就像那两百万的支票 是一样的意思嘛 是不是 不是 我知道你想幫我 錢是實質上的幫助 你會跑去找我呢 是精神上的擔心 否則你闖到我家來幹嘛 我們家有的東西 哪一樣是你康明美沒有的 你真的是這麼想的 我當然是這麼想 我才會這麼跟警察說呀 我說的都是實情嘛 如果你真的那麼肯定 我們的用心跟出發點 那為什麼在精神上跟實質上 你倒距我們一千里之外呢 因為我看中我們之間的人 除了小雯之外 你是我精神的朋友 我看中我們之間的人 我希望我們能做一輩子的朋友 所以你拒絕我 你要一輩子跟我做朋友 去拒絕我的幫忙 我乾脆挑明地說好了 其實你一直很介意 我跟沈總之間的關係 對不對 你不要否認 其實這是很正常的 我也是女人 我也做過別人的老婆 我了解做一個妻子的心理 當你深愛著自己的丈夫 那種患得患失的心態 那是正常的 你都知道了 我當然知道啊 就算以前 我跟正偉離婚了以後 我對她跟她女秘書之間 我都還耿耿於懷了 是嗎 對啊 我就像真心事一樣 追著她的行蹤跑 檢查她的襯衫 衣服 衣服 口袋 甚至於拿著放大鏡 跑到她車子裡面去找頭髮 突擊檢查 跑到她辦公室裡 看她們到底在幹什麼 還有啊 檢查她的摳機 看到底是誰找過她 你也會這樣子啊 當然會了 是女人愛老公都會這樣的 沒辦法 這就是愛嘛 人家說什麼 愛是犧牲奉獻 我覺得全是騙人的 愛根本就是戰友 等你完完全屬於我了之後 我再來犧牲奉獻也不遲啊 是不是 對對對 所以嘍 我知道你在乎她 我也知道你處處防著我 沒關係 這都正常的 我當然要做取捨 對我來說老闆都一樣 反正是領薪水上班嘛 可是你 你對我就不一樣了 你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我寧可放棄 像沈君忠這樣的好老闆 我也不願意失去你的友誼啊 可以 我在明天 你不要再我 不願意 你永遠 恭喜你 所以我決定 離開 我決定用行動 來證明 我對你這份友誼的看重 宋玲 你不要再说了 我真的觉得很惭愧 我真的是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父 你别这么说 我们都是女人 女人不是只会为难女人 女人有的时候也应该互相帮忙 互相疼喜的 是不是 我拒绝了一份工作 得到了一份友谊 让你免于恐惧 让我维持尊严 这样不是很好吗 不 宋玲 既然你把我当成好朋友 在我们面前把话摊开来说 那我也有一句真心话要说 请你回来 就像你说的 女人可以互相疼喜 互相帮忙 让我们一起来证明这个理念好不好 真的不用了 可见得 你还是没有把我当好朋友 我都已经为了我的行为道过歉了 你还是要拒绝我 还是要跟我保持距离 明媚 你听我说 你只是刹那间的感动 你并不是真正的坦然 如果我答应了你 等有一天你到办公室里 看到我跟沈君忠两个人同进同出的 你心里一样不是滋味的 那又何必呢 不会 真的不会的 我会调试我自己的 宋玲 请你相信我 我是真心诚意地请你回来 宋玲 请你回来 是我请你回来的 我以后绝对不会再怀疑你了 真的 明花 最后报道 你要怎么回家 明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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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 送门送门过去 怎么样 怎麼樣?什麼怎麼樣? 他要不要說什麼?或者問先生嗎? 他有沒有說他這段時間多到哪去? 公事上,你可以跟我鬧得不愉快,不說半句話 現在為了宋林,你倒是放下身段了 還是宋林的力量大一點? 你說這話沒什麼意思嗎? 我有可能一輩子不離意嗎?不可能嗎? 宋林是怎麼說的? 難道你跟美美去闖空門,她沒有懷疑你的動機嗎? 老實說,我真的摸不透宋林這個人 該生氣的,她不生氣 不該生氣的,她反而計較 比方說,就拿闖空門這件事的動機 她反而不懷疑 她介意的是,這件事是我和美美去做的 你懂嗎?她是替小文介意的 所以,你不覺得她這個人很奇怪嗎? 有人自己找了所將,開了你家的門闖進去 你一點都不在意,反而還幫他們做偽證 莫非,一切都在她的意料之中 去哪裡? 雨季在這裡下菜,倒不是那麼清楚 問什麼? 宋林啊 你怎麼能問她嗎?有那麼多事是不能曝光的 你要怎麼問她 就算不能問 最起碼可以為美美相談道歉 就跟你說,她在意的不是這件事嘛 我不管她在不在意了,反正 反正你就是要去跟她見見面,跟她說說話 你現在已經忍受不了超過一個小時 一分鐘不跟她見面了 尤其在她失蹤那麼久之後 我是為你跟明美 為你們兩個善後 你們私自跑到人家去 不必了 如果有必要的話 我可以代替我自己以及明美 去跟宋林道歉 你這樣該好不好? 請你三思好不好? 我很清楚啊 那就請你不要巧立瞑目 找藉口去跟宋林見面 這是我的事情 你的藉口裡面有我,就是我的事 我不喜歡成為別人的理由 我 不要熊達 後代她是個老闆娘 你給她留點面子吧 看她今天很開心 請你不要熊達 她已經知道她做錯了 所以她今天陪著夏宇來公司看 請你別熊達 請你進去 是 我已經進去 那uv 他真的要看你 我沒有想睡 而且啊,是很重要的事 晚上啊,等我回家我们再说 晚上你会回来啊 会啊,一定会 你今天真的没有应酬 那,我做好饭在家等你回来 明虹,你也一起来 我 来吃晚饭吧,吃个晚饭 明虹一定来的,好吗 就这样了 晚上家里见,我该怎么 郡中 我们晚上确定在家里见吗 你跟那个客户不会谈很久吧 我得总得搞清楚吧 其实,有无所谓清楚吗 那个客户是出了名的难缠的啊 你根本搞不清楚他心里在想什么 我尽量搞清楚吧 好,那我们晚上家里见 好 叔叔,等一下 明虹,你把头转过去边看 老公,祝你今天谈谈顺利 晚上你想吃些什么 牛排好不好 嗯 你做什么就行 我,我也怎么 好 祝你谈谈胜胜利啊 快 明虹,你今天很快的 没错 没错,我今天是很开心 嗯 晚上再告诉你 你晚上一定要来哦 不行 我啊,还是要赶快回去 不然我怕,我忍不住 会把这开心的秘密说出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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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你最与人怨 是北方一边 死前,照夜啊,不晚 山沫海悲伤 一月天堂不得成長 來找洋洋嗎? 你回來了? 你還在? 你以為我又不見了? 找我有事嗎? 我...我是...我是來的 如果沒什麼重要的話,我就不請你上去了 蘇聯 沈總,我丈夫剛死,我還是個守校的寡婦 你這樣常常在我們家進進出出的 讓別人看到真的不好,真的會很尷尬的 我...你聽我說,我知道你在氣明美他們的所作所為 所以我...我來是...也是為這件事啊 你聽聽我解釋好不好 你看,讓別人看到了,你比人家心裡會怎麼想嘛 我很坦然,我不在乎他們怎麼想 你不在乎我在乎啊 楊揚在乎 鄭偉她母親在乎 還有你老婆康明美,她更在乎 宋磊 你什麼意思?你說... 說明美她...她怎麼了? 沒有 bubble겠 我看我照顧我 我看你 他到底在紧张什么 苏玲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不明白 你是真不明白呢 还是在装糊涂 你知不知道你老婆 很在意我的存在 你知不知道你老婆 很怕她老公被别人抢走 你知道 你老婆很怕你会爱上我 苏玲 她 她是这么跟你说的 其实你一直都知道的 不是吗 不 我对你 我对你 我对你纯粹是 纯粹是把我当笑话看 她让她拿来 我会搭我 你把我当笑的 你和她的老婆 她是谁 这些人 我在说 另外你 让我好 不是犧牲也不是奉献 他耿耿于怀我们两个接近 难怪 难怪他愿意出两百万 来买这份安全带 我从来不知道我有这个身价 他就这么怕我会爱上你吗 还是在你们的婚姻生活里 早就已经习惯了用金钱来买平安 不不是不是 兄弟 完全不是这样子的 你也知道我不是这种人 你要相信我 我相不相信很重要吗 那 你回去吧 我的感情是无价的 苏联 苏联 你 你不要这样 你放开我 你不要这样 苏联 你不要这样 你不要这样看着我 我的眼睛会出卖我的心的 你不要这样 我拜托你不要这样 苏联 明明说得对 明明说得对 我是爱你的 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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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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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玲,你开开门哪 宋玲,你开开门好不好 宋玲,你出来听我说好不好 宋玲 宋玲 我们之间不应该这样结束的,你听到没有 宋玲 当然不会是结束 宋玲,你的噩梦才刚开始呢 宋玲 我们是同一夫妻 我爱你一辈子 你早就抛弃她了 从你不自觉爱上宋玲的那一刻起 你在心里就已经抛弃她了 从今天开始 我不准你再接近雅玲一步 因为杨阳是宋玲为我生的,她是我儿子 你不准再出现在我老婆跟儿子的面前 明明说得对 我是爱你的 你怕这样看着我 我的眼睛快出卖我的心了 我的眼睛快出卖我的心的 我是爱 明侯,你知道嗎?當宋玲直接把話挑明講的時候,我真的是嚇一跳,我沒想到他那麼直接 我是說,我是說,沒想到他什麼都知道,他都明白,而且他很了解一個女人的心理 那當然喔,他也是個女人嗎? 不,了解是一回事,知道又是一回事,願不願意體諒,因為是另外一回事 全世界會為男女人的,向來不都是女人自己嗎? 你KTV唱多了 明侯,你不會了解的 當我看到宋玲她開城布宮的那一剎那,還有那種感覺 我真的很想哭,原來他什麼都知道 所以,他拒絕跟我們太接近,他躲,他逃 為的就是不要再傷害另外一個女人 甚至於,願意在警察局替我們做偽證 為的就是要維護我的尊嚴,他怕我難堪 你真的這麼認為他嗎? 你不是說,宋玲不是個簡單的人物嗎? 他是不簡單,但是我現在覺得他很聰明,而且又很厚道 就因為他開門見山,開城布宮 他願意在我面前自撲其斷 宋玲把他做一個老婆最真實的一面,坦誠給我看 他讓我覺得我不是那麼不堪 其實我跟大部分的女人都一樣 並不是只有我才會猜忌,懷疑,自私 宋玲她也一樣 把他弄成個泥國,就可以收買你的心了嗎? 不是,最主要的是啊 如果他真的對郡州有企圖心的話 那天晚上,在警察局就是一個最好打擊我的機會 可是宋玲他並沒有這麼做啊 如果那天他不肯配合 明虹,我們很可能就已經上社會版了 這就是你今天開心的原因嗎? 你高興一整天為的就是你的假想敵對你開城布宮 然後你就可以撤除警報了嗎? 不是的啦 奇怪了 郡州怎麼到現在還不回來 他每次說話都不算話 最討厭了 明虹啊 他是去什麼地方跟什麼客人開會啊? 他去新竹啊,很遠的 去新竹啊 好吧,那我就先告訴你 你可要親好啊 嗯 今天啊 我親自去請宋玲回公司上班 你可要親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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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說的話你沒有聽到啊 我是說我今天... 你請宋玲回公司 你親自去請宋玲回到郡中身邊 對啊 你瘋了 我沒有瘋 而且啊,我很高興 我真的很高興我能這麼做 我是心甘情願 跟宋玲開這個口的 我真的很高興 你不太高興 我可以讓郡中看看 我不再是一個 只會惹麻煩 製造問題 永遠要他 替我處理善後 沒有用的女人 我也可以幫他解決問題 我也可以替這個家立大功啊 我是真心誠意地 請宋玲回來 他回來 兩人就回來了 這樣子啊 郡中就可以隨時看到他兒子啊 你想 郡中他會多開心 多快樂 他真的很幸運 沈郡中永遠都是這麼幸運 女虹 我真的等不及 看到郡中開心的樣子 我真的要去到家裡 還有一天嗎 還是滿的 怎麼住 那你住手吧 從小店裡 你住你住了 我住了 你住了 好嗎 你住了 我住了 我住了 來啦 你看啊 當你只到十二了 奶奶吃藥 媽媽說大生只到十二 小生只到八個十後 家庭奶奶吃藥了 奶奶你不吃藥並不會好 並不好加打針 到時候胃子就不療療 好 奶奶你也怕打針對不對 奶奶不是怕打針 奶奶是愛洋洋 洋洋叫奶奶吃藥啊 奶奶就吃藥 那你是一個聽話的奶奶咯 就像我是聽話的小孩一樣 聽話聽話 奶奶就聽洋洋的話 那你可不可以喜歡我媽媽 你會不會喜歡我媽媽 奶奶兩個 可不可以不要再吵架了 你們是大奶奶大人還吵架 芽芽 你這些話 是不是媽媽教你說的 不是 媽 媽媽 你看奶奶有吃藥喔 大燈子到十二的時候 我有把藥拿給奶奶吃 你好乖好能幹喔 媽 能幹的是你啊 乖的是我 還有什麼貴事啊 媽 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沒得商量 我還沒說什麼事呢 什麼事都沒得商量 媽 啊 宋靈的計畫一步步的展開 更將沈氏夫婦玩弄於鼓掌之間 深情的明美如何抵禦宋靈的步步逼近 請您別忘了繼續按時收看中式劇場女人花 都想要金色小事 各位杯子